大家好,我是老肖 老肖常常跟各位介紹呢 在日規外匯的F10528 它有一套後輪轉向的系統 在總代理這邊呢 它可能是要選配的啦 那麼這套系統呢 它到底有多好用 其實老肖有特別去研究它 它其實非常的臭屁 怎麼說呢 我們先來了解一般車子的作動原理 一般車子如果這是後輪 這是前輪嘛 那我們在轉彎的時候是前輪 比如說前輪你先打 然後後輪呢 它會跟著拖過來 那當然呢 因為後面的這兩個輪子 它一定有輪速差 所以它會有一個差速器 但是呢 它多少還是有點用拖的這種概念 有沒有 它用拖的過來的 因為它不會轉向 那麼BMW它的後輪轉向的這套系統 它的作動方式是這樣子的 如果我們在比較低速的時候 要做轉彎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 我們正在比較低速要做轉彎的時候呢 它的後輪轉向前輪打這樣子 後輪呢它會有點出去 所以你的迴轉半徑就會變小 然後你車子呢後輪也不會 比如說用拖的這樣子過來 它是有點這樣轉出去 那麼車子也會變比較靈活 那麼在高速的時候 它的作動方式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在高速公路 你要超車 你這樣子打的時候 它的後輪呢 它的轉角是一樣的方向 它會變這樣子 你車子就會這樣子 有點平移的概念 有沒有 它是用這樣子的概念 所以呢 它不只是對於 車子它的迴轉半徑靈活度 它有加強之外呢 車子也會變得比較安全 而且油耗還會更節省 那麼呢今天剛好我們有到 何老師那邊把車子架起來 有看到這個機構 我們來看以下的這則影片 剛好我們車子撐起來喔 我們可以看到後輪轉向的機制 剛好何老師也在 我們再一起來看 為什麼它後輪會轉向 它就是有了這一個電子的馬達 然後 它如同像一個像前輪 在轉向的一個小方向機 但是它轉向的角度 沒有前輪那麼大 就我聽說它好像只有1.7度啦 對對對 它就是靠有沒有 就有兩個防塵道 然後這兩個會這樣左右走 然後它再推過去 就把這個輪子往那邊的 對 所以 就是說你只要有看到 這個車後面有這顆馬達的話 就是有後輪轉向 或者是說你買車的時候 車上面有說它有後輪轉向 但是它沒有這顆馬達 它當然就是沒有 聽說好像 美規跟總代理好像都是要選配 對選配的 日規來我看基本上都有 都會有 對 它好像已經變標配了 對 後輪轉向就是靠這個馬達 這一個 對 就像一個方向機柱 方向機柱它會這樣 左右左右左右拉 它好像是一個機制耶 你看它這邊也這邊 這一個是它的那個 左右的那個防晴桿 這一個 這個是防晴桿 這個是防晴桿 它這個是一個底盤的 整個系統的 這邊拉 拉動 對 拉動左右輪 拉這裡啦 對… 你看到了齁 它是整個馬達 然後往這邊拉 拉這裡 對 然後拉這邊這邊 對 反正它在推動的時候 然後就這樣吹過去 吹過來 吹過來 很厲害耶 很少的喔 很少F10的車子有這個配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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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